台湾方面现在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索罗门可能会这么做 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跟 土瓦鲁 马绍尔 帛琉等 这些领袖们要杀盘推演 好像要做好相关的因应准备 可是帛琉过去一向都认为说 他跟美国交好 跟台湾也很友好 可是呢 现在帛琉就说 中国已经把观光当武器 施压帛琉 逼得帛琉 要跟台湾断交了 那美国当然是反对的 美国当然是反对 那么也鼓励说 你们都要跟台湾要扩大互动 问题是帛琉这个国家 他将近一半的收入 都是来自于观光 所以如果中国这样施压的话 你叫他怎么办 那澳洲能帮助帛琉吗 美国能贡献帛琉 更多的观光收入吗 这个澳洲的态度也让人很好奇 这会儿爱班尼斯 他可是要亲自参加呢 对 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我们过去 就是说在这个 南太的岛国里面 邦交国是蛮多的 一个一个掉 一个一个掉 最后最大的一个 南太最大的一个岛国 就是索罗门 索罗门掉以后 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应该就是说 已经失去了着力点 那帛琉都变成这样 那其他你怎么讲呢 因为帛琉基本上 他跟美国有签署这种合作协议的 基本上的外交军事都交给美国的 所以美国是每年 每年把这个帛琉人 帛琉人你愿意去美国 你就随便可以去 你也可以在美国工作什么的 然后这些都是美国提供给帛琉 然后每年给他一笔钱 然后这国家在帛琉还过日子 那岛不会人都牵空 那就这样 然后马扫尔也是一样 这两个都是跟美国的关系 最密切的 那图阿罗的话 这个国家人口一直在减少 你知道 因为他这个 这个好 这个很多岛屿 现在陆地越来越少 因为全球暖化 海平越升高 大概他在现在 他整个人口大概一万多一点 所以就变成 我们这个南泰的大国里面 几乎都已经都已经没有 没有了吧 那太平洋岛国论坛 是在我们在南泰的时候 还有比较多数邦交国的时候 争取到的一个 太平洋岛国论坛 我们做了一个观察员 那过去要维持的观察员地位 就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想今后的话应该是更难了 那帛琉事实上 中国大陆只要撕一点点 这种诱因的话 那帛琉一定会考量 那一定会增加美国的压力 看美国每年一年给个八亿 还是变成十亿美元 多给一点 多给一点 那你知道帛琉过去 我们跟他有邦教授 那时候我们中国国民 还在那边盖了一个什么 盖了一个观光饭店 帮他帮到这种程度 对 那现在话事实上话 他的很可能就是说 我最近没有看数字 他主要观光客来源 是中国大陆 对 对 中国大陆 所以就是说他经济的命脉 已经被大陆掌握了 所以他也是两难 他这边要两面 两面讨好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就南太岛国的话 这个论坛 基本上这有几个因素 当然美国在里面扮演角色 当然是 里面最大的 非真正岛国的澳洲 是一个关键 另外还有斐济 斐济总理最近去了大陆 对 所以斐济的态度也在转变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南太就是说美国因为回师南太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 在南太是 影响地与日俱增 主要是跳岛战术 将来如果有海军基地的话 那打美国的这个太平洋沿岸的话 那就有一个怎么讲的 沿岸的补及基地了 对 所以美国也是花大功夫回防南太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南太岛国论台的观察员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那我觉得你越高姿态去维持那个观察员的身份 你外交部的政策 或者这样子去高姿态去 你反而给自己 我认为这个外交是一个施策 就是只重面子不重理智 你可能会让你这观察员身份会更碍眼 那你也达不到实质的 实质的任何的有利的这种业绩 反而会招致你这个观察员最后被拔掉 所罗门群岛本周将会 借由这次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推动 取消台湾观察员的地位 其实现在台湾是可以去参加的 但是观察员的身份 但是呢到明年是不是就没了 因为现在所罗门群岛要推动这件事 那推动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是背后有北京的力量吗 那么再者那现在呢 是不是真的可能会推动成功 大家也都在看 尤其也在关注着澳洲的态度 先来请教韩冰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可能会出现 因为就是两岸之间的情况并没有缓和下来 那赖清德虽然最近有人说他看起来好像比较放软了一点 可是那只是去金门的一次讲话 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大陆恐怕他不会停下他的脚步 他会继续再压制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 那当然在南带岛国论坛这个地方 其实也不一定这么容易 因为美国在这边的势力还是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你说所罗门群岛 假设先做这个试探的话 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成 因为其他国家还是有美国在后面主导 可是这样子的情况对台湾就越来越不利 最近其实好几个国家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包括巴拉圭 包括其他这些国家 所以瓜地马拉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外交的这些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现在只剩13个 接下来不知道会被掉多少 然后呢大家忘记了吗 就是我们在国际的生存空间 日益被挤压的时候 当初民进党答应我们那些CPTPP呢 这些东西呢 好像看起来一点指望都没有 所以我真的觉得 现在情况真的是越来越艰困 那我们真的要持续这样下去吗 你单靠美国会有用吗 因为美国你看他在南太平洋 虽然他一直说他重返南太平洋 可是他讲归讲 说要重新设大使馆啊或是什么东西 可是他给予当地的一些 相关的精源啊补助啊并没有很积极 因为他的力量还是放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当你没有实质的力量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南太这些岛国大概也不会有多买账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长此以往 那这些国家恐怕就会跟大陆走得越来越近 那跟大陆越走越近 那台湾在这些地方就会丧失很多空间 我想这是难以避免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